国际麦亚麦房港有赛香港联赛选手队 38000多球迷做爆大球场 都未观看美斯表演球季 唯美 全场只坐在后背席上观看比赛 颁奖礼一纸牌 队伟未有与球迷交流 国际麦亚麦教练马天奴 自出席赛后记者会 他解释美斯又伤在身 今早队一检查后 对方于下午决定不让他上阵 而并早知他不可上场 赛后的记者会上 大家都将注立即中在美斯和苏亚雷斯 没有上阵之上 国际亚麦教练马天奴役就此解释 我很白明大家对 斯和苏亚雷斯没有上场感到失望 但我们是听医生团队的意见 才做出这个决定 原本我们打 让他们上阵一段短时间 不过考虑到风险实在大 所以最终没有派他们上场 希望球迷们可以 亮 马天奴详细解释两人的伤患情况 美斯的情是肌肉炎症 我们已经不停为他做检查 但美直于月底开脸 我们不敢冒险 至于苏亚雷斯世西受伤 他是在之前沙特比赛时碰撞中受伤 至于连教练安达陈满一球队表现 我们只练习了一 准备时间少 相反对手一直踢练习赛 我们表现 错尤其上半场防守和中场拦截都好 又有入球 门队的是强队 下半场我们的队形有点走失了 是一场好的经验练习 享受在大球场和球迷一 港联盟将叶洪辉未能与美斯比赛感到可惜 不 与美斯同场较量有点可惜 但对手仍有其他球 能够于全场满座下比赛 我亦很开心 并享受这比赛 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 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 搞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赞取星岛头条up 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懒更精彩内容